你怎么说 精灵 你虽然住在我们段家 但你还是个自由人 不需要 听人摆不受人指示 是我自己决定的 妈 扶我回房吧 小心 我扶你回去 天堂 我扶你 正华 你别再逼我了 今天的下饭菜真精彩 来 老公 多吃点啊 我请你给我解释清楚 我请你给我解释清楚 我都没有放弃过你 一刻都没有 可是 可是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同意暂时分手 那是我认为你需要时间去思考 我给你你想要的时间 而且我相信你一定没够想得通 我就是因为想过了 才会同意段叔叔的说法 他说得对 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好 是 你是傻子吗 这么做 对大家都是伤害 我们两个会痛苦 苏南医会伤心 会自责 会更加地恨我吧 大家都会疯了的 我已经决定了 你就不能祝福我吗 不能 天狼 又怎么了 你都快喝醉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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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喝了 你到底怎么呢 我跟你聊聊行不行 喝 喝醉了 我送你回去 以后你会看到 天狼跟清凌都会得到幸福 你就会感谢今天 我所做的一切了 我先去吧 福董 段夫人 怎么了 怎么了 喝成这样 怎么回事啊 福董 我也不是太清楚 郁闷吧 心情郁闷 谢谢你了 吴秘书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 天狼早点休息 天狼 天狼 没事吧 天狼 走走走 我扶你上去啊 走 小心啊 天狼 走了走了 空姐 太阳了 你怎么回事 天狼 走走 天狼 你就是干什么 我求你 我求你不要对我这么残忍 我自从小时候 别人绑架过之后 我求你她是唯一 你唯一一个让我心动的女人 我也知道我和她之间很困难 如果可以我早就放下了我 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放下她 我真的不能没有她啊 爸 天狼 你那是错觉 时间一长分开一阵 你就会知道爱情没那么伟大 来 快起来 来 在清零没有出现之前 我还经常做噩梦 梦见我被你绑架 梦见我落水 可是清零出现之后 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我甚至都忘记了曾经的遭遇 现在我连玉京虾我都不怕了 爸 爸 清零 清零她能让我放松 她就是我生命中的礼物 我求你 我求你 天狼 天狼 我求你不要多让清零 我求你了 爸 我求你了 你先起来 天狼 我求求和她在一起吧 我求你成全我们 我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天狼 快起来 天狼 起来 你先起来 你先起来 丁海 快来 快来 扶她回房 天狼 喝多了 没事 没事 我来 怎么喝这么多酒呢 天狼 走 正华 你别说了 让我静起来 就算是你不心疼清零 你是不是也应该心疼一下天狼 他是你唯一的儿子 你也是我唯一的老婆 不能让他们兄妹在一起 那是布鲁恩 好了 我意已决 不要再说了 他就有命 我必须哭你 对 譬如说 你不要再说了 你不能再说了 我 我不想要 你分析了 你不想要 你和你段个人 你不想要 你跟她不accord 你不想要 苏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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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所拨打的電話已關機 您好 清凌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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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凌 開門 開門 清凌 爸 怎麼了 蘇楠 清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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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清凌 清凌 在你沒事吧 清凌 醒醒 清凌 快 叫救護車 趕緊送醫院 開門 清凌 你醒了 慢點 怎麼樣 有沒有哪裏不舒服 我這是在那兒啊 你昨天 晓菱 你能看见我了吗 真的 我能看见了 我又能看见了 我去找医生 医生 我能看见了 来 段夫人 您怎么在这儿呢 没去医院呀 我去医院干什么 您不知道 您家那个失明的女孩 突然晕倒 被送进医院抢救了 真的 她这种情况确实不多见 不过也有过先例 病人在头部受到撞击后 视力又恢复了正常 不过具体情况如何 还要做个全面检查 谢谢您了 不客气 谢谢啊 那 丁海 你在这儿照看她 天狼 你给我去找苏南 好 爸 还是我留下来陪清零吧 丁海 辛苦你了 丁海 那你跟我走 来 六肠病 快换药了 好 我知道了 什么 我妈离开段嫁了 为什么 清零 你先别激动 我妈走了 我怎么能不激动 你干什么 我去找她呀 我爸已经去找了 医生说你现在的病情 还不太稳定 需要留院观察 那不是还没找到吗 我妈都离开我二十年 我不能再错过她了 让我去找我妈 清零 听我说 我知道你着急 我也一样 可是你现在出院 只会给大家添麻烦 你知道吗 我爸和丁海 他们已经去找了 你现在只需要尽心养病 你想 等苏南阿姨回来 你的身体也好了 这才是最好的结局 不是吗 清零 妈的宝贝 为了你和天狼的幸福 妈妈狠心选择离开 不要怪我 你和天狼一定要好好的 幸福地生活 我 梁永月 她一定会去看奶奶的 走 我们去找她 清零 姐 你乖乖地在医院等我 我找到苏南阿姨第一时间告诉你 我现在就去梁永元 一定要告诉我 放心吧 护士小姐 最近有人来探望过许奶奶吗 最近这几天没有人来探望过她 不过前一段时间她的孙女倒是经常过来看她 她最近情况怎么样 没什么变化 什么时候醒过来还要看奶奶自己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 你就允许我叫你一声妈吧 我要走了 我要彻底地离开这里 以前 我对欣欣做出了太多伤害她的事 我知道 就算拿我的一生 我也弥补不了她 为了她的幸福 我只有选择离开 可是妈 我想陪在我女儿身边 我想看着她结婚 看着她身子 我想把亏欠她的都弥补给她 欣欣 她很依赖天老 她们彼此也非常地相爱 虽然说我真的想陪在我女儿的身边 我想了想 我想了想 我就算是陪她 能陪她多久 毕竟我现在这把年纪了 可是天老不一样啊 她可以陪欣欣一辈子 我相信 天老一定会好好地照顾欣欣的 我离开了 天老和欣欣 也就没有阻碍了 妈 你快点好起来吧 你好起来以后 你可以陪着欣欣 那我这辈子真的就可以放心了 妈 我把信息交给你了 好 别怕 雪芹 覃焴 擎晴灵恢复事理了 她看得见了 也算是因祸得福啊 她就是个祸根 我向你汇报一下 我打算去看一下覃焴 不准去 我想去那里看看有什么线索 可以找到南阿姨 那也不准去 你知不知道我等这一天 等了多少年了 现在只要我们把清零赶走 就算天下太平了 你没看到爸的样子吗 不找的南阿姨 她是不会罢休的 那就让她慢慢找 你听我说 如果我们先找的南阿姨 在爸那算立了个大功 最近爸答应我们 要给孩子2%的集团股份 但孩子没了 你也没拿到股份 如果我们这次 可以找到南阿姨 你就可以顺领成章地 跟爸开口要这个股份了 那行吧 那你去吧 不过你记住啊 跟清零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 知道 你让我出去 清零 医生说你必须留院观察 我要去找我妈 你放开 你听我的话好不好 丁海 你干什么你 天朗 没事 医生说他得留院观察 他非要出去 丁海 麻烦你请医生过来 如果问题不大的话 就让他出院吧 怎么你也 这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患事也待不住 怎么样 找到了吗 我去问问医生 对不起了 好不容易跟他重逢 他又丢下我 郑华 没有任何犹豫 我提笔写下这封信 听见你对天朗说 分开一阵 你就会知道爱情没那么伟大的时候 我很庆幸 因为我有理由相信 即便我离开了你 你也会很快适应 天朗和清灵 都是我最爱的孩子 他们因为我 而被迫分开 各自忍受相思之苦 你不知道 我心里有多痛 他是为了成全你 别哭了 至少 你知道他有多爱你了吗 如果我早知道 他会为了我 放弃自己的幸福 我肯定不会跟他相认的 好了 别担心了 会找到的 孩子们的眼泪 像硫酸一样 滴在我的心上 我的心也变得千疮百孔 疼得 让我都看不清你 郑华 我决定跟你离婚 成全孩子们 求你看在我的份上 接受清灵 我会感激不见 不要找我 我不会再回头了 你保重 苏南 我就是怕有这一天 没想到还是走了 没想到还是走了 心好痛啊 情况看起来还算稳定 问题应该不大 谢谢薛医生 不客气 清灵 清灵 你还好吗 雪晴啊 回来了 你陪我去报警吧 爸 要不咱们去找找吧 我已经派人到处都找过了 平时常去的地方都没有啊 他有心夺你 自然不会那么容易被找到的 不行 我不能让他离开这里 我要立刻报警 走 长月 我来了 你可能不想见我 如果当初我们不离婚 老天爷也不会惩罚我 不能陪在女儿的身边 长月 不管你怎么恨我 我希望你在天之灵 能保佑妈妈和清灵 一切平安顺利 我知道 你是个好人 你这个永恒 是你留在世上唯一的作品 我不配拥有它 还是让它在这儿陪着你吧 我妈真的来过了 我妈真的来过了 她真的来过了 妈 你在哪儿 妈 你到底在哪儿 我是星星 妈 我是清灵 你在哪儿 你别丢下我一个人 爸 你到底在哪儿啊 我就在这里等了 什么时候找到人 我什么时候走 我们已经派人尽力去查找 有消息 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爸 人家警察也要下班的 清清 爸 对不起啊 你怎么才来啊 赶紧劝劝爸 我劝不动他 我来劝爸 你先跟天狼爷打个电话 怎么样了 爸 我们稍管旗下好不好 这边让警察找着 我们自己也出去找找 说不定有什么地方 咱们遗漏了 苏南能去的地方 我都派人找过了 毫无线索 现在我就在这儿 等警方的消息 走 去那边看看 走 师父 停车 你好 我问一下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听说前面有个女人跳海了 跳海 马上过去 在那边发请一具女尸 四十到五十之间 让我们过来看看 好 我们走 女尸 爸 不会 爸 苏南 爸 快 爸 你怎么了 救护车 救护车 跟紧 爸 来让一下 来都让让 让一下 让一下 这位女士 你认识死者吗 不认识 走 妈 你到底在哪儿 喂 清理 不好了 我爸住院了 什么 你们家是怎么了 排着队上医院呢 薛医生 我爸现在什么情况 再强的心脏也经不起折腾 更何况他都这把年纪了 你们这些做子女的 就不能为老人多着想一下吧 那他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呢 再灌查两天吧 好 谢医生 谢谢你 多管你 爸 清理 你这个害人精 你还来干什么 你还先害我家害得不够惨呢 雪清 少说两句 清理心理也不好过 他把爸害得都住院了 你还护着他 做孽呀 这都是我做的孽 爸 当初你非要认这个女儿 非让她住进我们家 现在好了 苏南走了 你也进医院了 我们家全散了 他就是个扫把星 雪清 苏南 你说得对 是我太自私了 现在 报应来了 看来 你还是恨我 爸 叔叔 爸 你别激动啊 爸 爸 爸 爹 那句女诗 确认不是苏南阿姨 爸 爸 叔叔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叔叔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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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跟清零没有关系 你们两个够了 爸都这样了 你们还在他面前吵 天老 你先送他们回去吧 我留在这里照顾爸 还是我留下吧 你要留下来气死我爸呀 雪晴 天老 那辛苦你了 我明天一早来换你 走 雪晴 你好好照顾自己啊 明天你醒来 第一个看见我 应该会很感动吧 副董回来了 你醒了 蓝嫂 我爸的床铺都晒过了吗 晒了 被子和床单都是雪晴新买的 我不要新的 给我换过来 我就用以前跟苏南一起用的 行 我马上就去换 天老 好 床铃 你们俩跟我来 我有话要说 爸叫他们俩过去说什么呀 会不会是要赶床铃走 看在苏南的份儿上 爸也不会这么做 爸 您没有骗我吧 您再说一遍 你们结婚吧 今天就把消息告诉媒体 让他们当头条 多报道 爸 您是希望苏南阿姨看了这则消息之后 能够回来 她的离开 就是为了成全你们 我按照她的心思做了 她也总应该给我个机会 谢谢爸 谢谢叔叔 我反对 雪晴 爸 你老糊涂了 他们俩要是结婚了 苏南就更不会回来了 雪晴 你在说什么呀 如果苏南回来了 秦琳是管他叫妈还是叫婆婆 天老你呢 继母也是妈 怎么可能又当你岳母呢 雪晴 再加上我 我到底是你姐姐还是你大姑子 如果再加上丁海 我们全家就全乱了 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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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 爸 不能让他走 不能让他通知媒体 如果通知媒体就来不及了 爸 你不是最在乎面子吗 面子 我就是太要面子了 才落到现在孤苦伶仃的下场 你怎么就孤苦伶仃了 你不是还有我们吗 雪晴 你让爸的意思吧 丁海 爸不知道事情的严重心 你也不知道吗 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了 接着会写出一本书 会写出一部电视剧的 丁海 警察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丁海 你带他出去吧 我想敬一切 爸 你不能让天老去通知媒体 雪晴 爸 他没有结婚就全还了 爸 不能这样 雪晴 不管秦妮和天老 你要怎么称呼我们 你苏男永远都是我段正华的老婆 清凌 清凌 怎么样 你还真恰我啊 这段时间我可比你痛苦多了 这点小痛 就当是给你的惩罚了 我也不比你好过啊 至少是你 现在摘下的戒指 叛徒 害得我又得花钱去买 走吧 我们现在就去买 我点赶紧把你套住 我不去 为什么 看 这 这不是被我扔了吗 你又捡回来了 对啊 真是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 你真是太可爱了 对了 你得赶紧把你名字改回来 你姓牧 以后就叫你牧青了 省得以后有人称我们是兄妹 对 我叫牧青龄 希望妈妈看到这个消息 可以早点回来 奶奶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对吧 对 我们要赶紧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奶奶 奶奶 原谅我好久都没来看你了 实在是出了太多事情 不过我今天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我就叫牧青龄了 你开心吗 奶奶 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和青龄啊 要结婚了 我相信 你一定会祝福我们的对不对 家属来了 现在是按摩时间 那我帮你一起 过来吧 是要这样的 是要这样的 还有这里都是有穴位的 你要按准穴位 这样才有效果 还真是隔壤如隔山啊 对啊 前两天就有一个阿姨 她就很专业 一看就上手了 阿姨 是来看我奶奶的吗 她长什么样子 很漂亮很有气质 听说以前学过医 做过医生 好 听了 那肯定是我妈 她什么时候来过 前两天下午吧 那 那她什么时候会再来 您知道吗 没有说 那她会去哪儿 护士 是这样的 她是我们的妈妈 我们正在找她 如果她下次再来的话 你一定要给我们打电话 这是我的名片 上面有我的电话好吗 好 谢谢啊护士 一定通知你们 杰玲 我就知道她有来过 杉杉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雪芯姐 怎么了 又不着急 出大事了 天朗要跟清凌结婚 什么 天朗不听段叔叔的了 我爸同意了 这怎么可能呢 段叔叔怎么会同意 我爸真的同意了 现在我说什么我爸都不听 你去跟他说说吧 也许他能听你的 他怎么可能会听我的 不然你放弃天朗 以前我爸帮你顶着 现在呢 现在你怎么办 爸 爸 你看谁来了 段叔叔 珊珊啊 来 坐 段叔叔 这才几天没见 你怎么这么憔悴了 你怎么这么憔悴了 被天朗那是仇的 可不是嘛 改天啊 我替您收拾天朗 珊珊 是我们段家没这个福气 错过了你这么好的儿媳啊 段叔叔 你怎么这么说呀 天朗要结婚 消息都已经发出去了 对不起啊 我向你和你爸爸道歉 叔叔 不是和我爸在谈合并的事情吗 怎么您要放弃吗 您就不为集团的将来考虑了 爸 合并的事情你要三思啊 结婚的消息 我们还可以想办法处理 珊珊 你听我说 与其找一个喜欢的人 找到一个对的人更重要 因为这个人是要跟你过一辈子 错不得 说这些我不是想为天朗开脱 我是为你好 怎么说 我是被天朗和段家给甩了 珊珊 等你找到对的人 你就会知道 今天一切的决定 都是正确的 不 段叔叔 总有一天 你会知道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天朗和清零 他们不是一路人 他们两个人的婚姻 只会给正太和段家 带来耻辱 你这不接电话真没关系啊 不担心你们家公主回头找你算账啊 我要跟她算的账何止一桩两桩 我就不明白了 清零要跟段天朗结婚 怎么到你这儿就过不去了 谁说我为她 你就别装了行吗 你我都是男人 咱们男人就是这毛病 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一听说别人要了 心里边就不舒服 清零有什么错 人家也挺不容易的 你别挑戏我不爱听的说 我找你出来是姐妹的 不是给我什么中颜逆耳这一套 喝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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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喝就多 你老婆又给你打电话了 不要理她 别理她 那你总不能一个人在这儿吧 要不然我送你回家吧 你别管我 你走吧 那我可走了 走吧 庆林 不要嫁给她 等我得到一切之后 我们就可以回到从前 你永远是我的女人 怎么样 好看吗 要不是我知道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怎么把持得住 别闹